事件社会国内 榜一大哥的账号里有500万肉 需要可私聊 去年4月份 互联网上就出现了这样一则广告 引起了上海警方的关注 经过调查 警方判断 其中所说的肉其实是开票额度 经过了近一年的侦查 警方破获了这起利用直播打赏进行虚开发票实施犯罪的案件 去年4月 上海警方在一些短视频平台的直播中发现 有人利用直播打赏出售开票额度 经查 中介号商格某等人在各大直播平台上 根据每个账号的不同等级 以数千到上百万不等的价格 收购了三千余个平台账号 一些充值的账号的实际持有人 他是不需要发票的 因为很多都是个人 他不需要发票 那就被一些不法风子盯上了 既然你不需要发票 那肯定有企业需要发票 葛某等人利用这些账号内的开票额度 按照每个账号可开票额度的0.8%至1.5% 向账号持有人支付报酬 随后按照下游犯罪团伙 黄某潘某的要求 以开票金额的2%至3.5%的价格 从平台直接将发票虚开给他们所指定的公司 累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普通发票价税合计超5亿元 这些呢 就是嫌疑人他所持有的一些绑一大哥的一些账号 他们通过从外面去收购过来 然后像这个手机上面的就是56G的一个账号 账号内还有116万的充值记录 没有对外开出去 同时黄某潘某等犯罪团伙则通过注册成立的130余个空壳公司 通过虚构与需要发票的售票企业的经济往来 并按照票面金额的7.5%至12%向售票企业收取开票费 以此完成所谓的喜票 截至案发 黄某潘某等虚开犯罪团伙对外虚开发票价税合计20亿余元 共计非法获利1000余万元 洗了票之后 等于我的空壳公司对外开的票开出去 受票企业拿到的票不是平台开出去的票 而是我们这些空壳公司开出的票 这样呢 在做账的时候显得是各式各样的公司在进账 这个企业拿到的发票不是光一家的票 而是由各式各样的公司开给他 显得真实性比较强 目前40余名犯罪嫌疑人均因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虚开发票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